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一个国际的知名的民调机构发布的一个民调 就是说中国人的幸福感全球最高No.1 那么美国呢排第十四 那么说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最近的一个国际知名的民调机构叫SOP 发布一副有关全球幸福指数的一个调查报告 最后的调查结果显示 在参与调查了三十二个国家当中 幸福感指数最高的国家是中国 是91% 那么台平台呢是沙特阿拉伯是86% 而紧随机构的第三名是赫兰85% 那么大家这个调查机构叫 伊波索 伊波索 那么它是一个总部位法国巴黎的一个全球知名的一个民调机构 叫伊波索 那么根据这个伊波索的网站介绍 该机构在2022年的12月22号 到2023年的1月6日 那么基本上跨越了两周的时间嘛 差不多那么通过全球知名的顾问啊一个在线调查 就是一个平台在线调查 那么对全世界上三十二个国家的大约是两万两千五百零八人 进行调查 那么当然参与调查都是充电人啊 充电人 那么调查结果显示平均而下 有平均值而下啊 在三十二个国家当中 近四分之三的充电人 也就百分七三的充电人 认为自己还幸福 还快乐 那么在所有接受调查国家中 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 是中国 百分之九十一 那么刚才我说了 随后是沙特阿拉伯是百分之八十六 荷兰是第三名百分之八十五 那么印度呢 哎 第四名百分之八十四 巴西呢百分之八十三 美国呢是百分之七十六 排名第十四 在亚洲国家呢 日本排名是第二十九名 是百分之六十的 满意度 那么韩国呢 是百分之五十七的 满意度 排在第三十一位 排在最后一名的是新亚利 幸福指数 近百分之五十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排名 这个 那有人说这个排名 到底是怎么 这个 来排的 或者有什么调查结果 那么大家看看 这项调查是 其实揭示了 全球幸福的驱动因素 生活满意度 在拉丁美洲的国家 拉丁美洲国家 是飙升的 反而在西方很多国家 是下降的 但都知道 目前全球的人类吧 正在努力建立一种社会关系 但是很多人 对未来的人际关系 却持有一些悲观 悲伤态度 所以 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人 就是五分之一的人认为 他们找不到 其他人 可以寻求一些 互相支持的因素 就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因素 变得比较悲观 那么 这个调查当中 怎么说的 平均而言 中东输入的国家 这个幸福感最好 也就是说 发达国家可能差一些 所以中东输入国家 他幸福感比较高一些 而且 比这个中东输入国家 对幸福感 远高于 高输入国家幸福感 也就是说 你有钱 可能有压力 生活不一定幸福 所以这个 Eposal 这个公司 自2001年开始 追登调查以来 中东输入国家的平均 幸福取冲 这一次 首次超过了 高输入国家 大家就说高输入国家 这个压力大 可能是这个 社会福利好 但是高输入 高福利 并不一定 比中东输入国家好 现在 以前可能是 他们很高 现在 中东输入国家 超越了 就是高输入国家 那么这个是 什么叫满意 什么叫幸福呢 所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们目前最满意的 往往是他们与孩子 配偶 亲戚 朋友 同事 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以及他们与知识相关的领域 包括他们教育水平吗 和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人们往往对自己国家的经济 政治和社会状况 自己财务状况 爱情 以及体育活动 最有满意 哎 你看 那么这就是一个调查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 中国全球第一 啊 百分之一 那么 沙特百分之八十六 荷兰百分之八十五 印度呢 虽然不发达 哎 但是印度是百分之八十四 排到第四 巴西呢 这个国家很落后 但是百分之八十三 美国才百分之七十六 排到第十四位 那么你看 巴西呢 印度 排到第三 啊 第四和第五 那么说明这些发展中国家 哎 算是好 那么 所以这就解释 解读 为什么我刚才说了 就人民的幸福感 往往是最满意 是什么叫满意 他们与家庭孩子配偶 亲戚朋友 同事和这两间的关系 包括他们在知识领域 获得的 这个幸福感 二 有些国家高度追求的那种东西啊 大家都知道哈 反而你看 从全球平均来看 人民往往对自己国家经济 自己国家经济多厉害 哎 政治方面和社会状况方面 最财务状况 以及爱情了 哎 体育活动了 最不满意 那所以导致的调查 有些西方国家 就是幸福指数就差 哎 你看我们再看一下韩国 韩国的幸福指数哈 与前一年 是持平的 但是较十年前的 百分之六十二 明显下降了 十年前 韩国的调查的满意从头 是百分之六十二 现在是百分之五十七了 下降了差不多 五十二五十七 那么下降了五个百分点 那么所以说 这方面说明 韩国的人们 对自己国家的 这方面 幸福指数 还是不满意的 而且 这个 很多人认为 不是很幸福 或者一点不幸福 在这个 韩国的调查指数 所以说 韩国人感到 人生充满意义 和物质上的富有的满意从头 分别是 百分之三十四 和百分之三十九 这个 指数 相当相当低 他人生充满意义了 他百分之三十四人 感到 我人生充满意义 这满意度 而 今天百分之三十九的人 感到他们 物质上非常富有 按说 韩国很发达 不行 老百姓不满意 那么 只有百分之六十一的 韩国人回答 自己需要帮助时 有可依靠的亲朋好友 别说 很多人都认为 他在需要帮助 没有亲朋好友 所以 这个排名 是排的 实际上第三个位 说明 韩国人 人与人之间的 淡沫 浓沫 好 先下给大家讲一下 世界上知名的一个 调查机构 叫Iposo 这个Iposo集团 发布了一个全球的 一个信用指数 在去年的 2020年12月22日 到今年的 2020年1月6日 差不多两周的时间 调查一个结果 结果 中国人的信用指数 是百分之九十一 全球高居榜首 第一位 好 谢谢各位观看 本期的老爷直播